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以为是来保护我的 但是我和你维凯对话时 他就一直在旁边 只有他听到了 难道不是他跟你说的吗 喂 喂 林浅 师哥 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公司啊 好 那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许爱达 林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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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 师哥 怎么了 燕姨 你去忙忙 师哥 什么事 我一直认为 我们都很珍惜 我们之间的师兄妹情义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事啊 前几天我告诉你 我当初在温达 和立直仙的过往 可今天媒体就都知道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认为我是卑劣的小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 我 我没有啊 师哥 你先别急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也没说过 你 你真的只告诉我一个人了吗 这件事情 除了你和我 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这么想起 不是你还会是谁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去哪儿 坐在这边 走 走 来 韦凯的事上新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是不是你报了给媒体的 为什么觉得会是我 因为昨天马峰跟着我 被我发现了 他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啊 是 我也以为是来保护我的 但是我和你韦凯对话时 他就一直在旁边 只有他听到了 难道不是他跟你说的吗 我理解你们商业上 这些不可避免的竞争 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去打击敌人 你这不是利用我吗 我不会利用我的战友 和我最信任的 反正不可能是马峰说的 那不然是谁爆料的 我 被你因为凯无缘无故地骂了一顿 我很冤枉啊 再来 这件事有蹊跷 你别着急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